星期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队市政府说,民感度口岸地面出现沉缸 暂停入境内地客车和货车通关 民感度过境巴士服务,改经向原围口岸出境 由观众提供的照片看到 民感度口岸不行通关车路沉降位置有大片路面拱起 近内地海关检查站就有路面粒陷 在民感度口岸入境深圳方向 警方在禁区之前的警方设置指示牌 说前面道路封闭 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说 昨天下午6点 民感度口岸入境通关现场出现地面沉降 存在安全风险 为确保入境车辆的安全 暂停民感度口岸通关 原本经有关口岸入境的车 同出入境的旅客 可以使用其他口岸通行 相关单位已经即时长收 完成会公布通关时间 运输却说 民感度过境巴士服务改经香原围口岸出境 班自由30分钟调整至到大约45分钟一班 基电署研发政府密联通技术 给行山人士在手机收不到信号的地方 发出求救信号 目前技术应用在政府的活动 或者教援服务 还未开放给公众使用 基电署研发了俗称GWIN的 政府密联通网络系统 在自由微弱或者没有网络覆盖的偏远地区 提供定位和求救功能 基电署研发了 内置GPS定位技术的智能定位装置 即使身处在手机收不到流动信号的地方 只要远足人士攜带这个定位的装置 亦都可以利用GWIN的网络 去传输这个数据 发出求救的信息 如果要传送数据 定位装置要远程连接距离 不超过7公里的GWIN机站 目前机站有400多个 基电署也都研制了 搭载机站的无人机 比如好像那些树林 就会出现一些讯号盲点 我们就会利用 搭载小型政府密联通机站的无人机 去增强这个信号盲点的覆盖 这个远足安全定位装置 会在政府举办的活动 给参加者用 例如水上活动或者野外定向 北军这项技术 还未正式开放给一般市民使用 因为基电署都是一个技术的部门 我们主要现在做的 就是支援一些政府部门 举个例如消防、拯救队或者民安队 GWIN技术也都可以提供 偏远地区的实时泊车资讯 我们在一些非收费标的车位 就加装了泊车传感器 这些泊车传感器在地上 就会偵測到有没有车在上面泊了这个位置 现在新浪潭路和大埔冲、郊野径等的地方都已经安装了泊车感应器 市民可以透过应用程式香港出行议 知识泊车资讯 无线电视记者张天日报道 内地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 搭载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的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 昨晚7点在走传卫星发射中心顺利发射升空 卫星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卫星互联网具备全球广域 无逢覆蓋能力 有了卫星互联网 意味着天上乘千上百粒的卫星 令地球上的用家随时随地与世界联系 内地航天部门将会第一次开放企业 镜头火箭搭载发射商业卫星的机会 起泊价格为每公斤8万元人民币 预计今年年底发射升空 内地近年大力推动商业航天发展 过往亦都曾经执行多次商业卫星发射任务 从事航天研发发射等工作的央企 近日就在官方平台发布 将会在今个月13日 第一次公开拍卖长星六号丙运载火箭发射机会 拍卖采用一箭多星的方案 按重量收费 起泊价格为每公斤8万元人民币 会对企业的包括资质 包括过往的经验 此次想要搭载空间的用途进行一定的筛选 确保它最后上天的这个产品是真的为航天事业做出贡献的 商业市场对微小卫星的发射需求急剧增长 但成本就成为最大难题 为了配合市场需求 火箭研制团队也都推出共享火箭 拼车大家也都是一起去一个目的地 这样大家目标还是比较一致的 我把运载能力都用足了 它肯定价格相应的就可以降低 解决了把一个大火箭 就是变成了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进入太空的一个方式 因时报道 内地商业航天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0% 据业内统计 内地去年有超过400间商业航天企业 完成注册并且有效营运 载轨加商业卫星超过350个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儿报道 又到中华亮影时间了 中医药除了治疗人类各种的疾病 近年也都发展出宠物医疗 内地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 带动宠物医疗行业迅速发展 在西岸 有人更加会带患病的宠物 接受针灸、挨救等治疗 这些众兽医、贵动物诊症 同样都要望闻闻切 你看他的身体 你们看他的舌色 看他的眼睛 往往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以前古人积累下来的这些针灸穴位 主要是在马和牛上为主 那么现在到了狗以后 开始穴位的话 就是没有固定的穴位 我们只能照搬马身上的穴位 当然我们也会借鉴人的穴位 用在狗和猫身上 有人之前带着袒闻的宠物来到求医 见到宠物逐渐好转 感到非常惊喜 当时有做针灸 然后还有挨救 然后前两次吧 就有一个很明显的 就是它已经能走路了 然后到第四次的时候 针灸已经很重常了 就是它走路什么的 没有任何的那种无裂 或者是瘫痪的症状 由宠物主人希望 能够进一步发展中医药应用 为及更多动物 无线电视机就在关可为不道 物业管理服务与时并进 四川城都有屋苑 为经常不在家的住户 提供贴心服务 究竟是什么呢 一起看一下 有没有想过出差或者去旅行的时候 家里的盆栽没有人打理怎么算好呢 四川成都商楼区有屋苑提供创新服务 解决住换这个难题 就是植物寄养 当住客要离开家一段时间 就可以将盆栽 免费交给屋苑的花黄暂时照顾 这个植物寄养区 已经收到五十几户居民送来的百几盘植物 有多肉 兰花 绿萝等等 形成小花袍 有花黄的色心照顾 令到植物生长得更好 住户都觉得服务非常贴心 不用担心盘栽没有人淋水而枯毁 植物寄养服务越来越受居民欢迎 管理公司说 未来会根据住户需求改善服务 无线电视记者冯朗凝报导 辽宁沈阳举办古琴文化展 有1200年历史的唐琴成为亮点 吸引古琴我号者去打卡的 一起看一下 在沈阳举办的古琴文化展 合共展出全国多间博物馆的 过百组古琴以及相关文物 吸引古琴爱好者参观 中国古琴艺术 列入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策展人说 古琴营制寄托古人哲学思想 古琴以自然的现象 或者人名来明明 比如说自然界的现象 有落霞式 有娇艳式 这件我们展出的就是落霞式的琴 比其他的琴好像稍微短一些 稍微窄一些 是一张昆琴 就是专门为女性制作的琴 福星式和列子式都是以圣人定名的 列子式是仲尼式的遍体 仲尼式的话 古明思义就是孔子制作的琴 也是最多的 纯世最多的 全世古琴之中 历史最悠久的是唐琴 距离现在1200年 目前全世的唐琴不够20张 这款名为九萧环配的唐伏戏式古琴 现存只有四张 今次同时展出两张 古代很多帝王也都喜欢制琴 比如这款明代列子式露王琴 陆王他喜好制琴 把他所制的琴都编成了编号 我们这张琴就是272号琴 今次展览由辽宁省博物馆承办 展期到8月20号 无线电视记者冯卿会报导 另一节中华略映报导员 小明点春 街準算佳節 欢迎收睇开市的打击 先跟大家跟进维ROV方便 美国6月份私人职位增长远好过市场预期 市场担心联储局会持续加息 美股上周五受压 今个星期市场关注美国通胀数据 以及联储局的地区经济报告 而今早就要先看实内地的通胀数字 至于港管一边 恒指就连跌了三个交易日 累计跌了过千点 今早指数显着反弹 恒指高开到381点 同大家跟进下最新的情况 指数升幅扩大至415点 报18,780点 成交超过34亿 恒指期货 7月份升420点 8月份升449点 成交超过8000张 活跃港股 排头位的阿里巴巴 升幅半城以外 报在88元6号子 腾讯升超过百分之二 报334.6 有邦性挨近百分之二 报78元 普拉大牌第四位 升幅超过百分之二 报53.15 比亚迪股份升超过1% 报259.6 刑负基金升百分之二 港交所同样升超过百分之二 报288.6 京东集团升超过3% 报139.2 一只税银出的恒指牛镇 升幅超过两倍 报在6,8%的位置 看看人民币桂台 活跃港股的情况 阿里巴巴升超过百分之四 八道集团升超过百分之二 京东集团和京东健康母升跌 美团升超过百分之二 六至十位 中银香港联买场 乘汽车都升超过百分之一 里宁升超过百分之三 平保联买安踏体育 升超过百分之一 加密恒新科的指数 升105点 报4,006点 和大家跟进一下地产类的股份 金管局上个星期五收市之后 宣布放宽按揭限制 不过过去星期六日的 楼市成交未见特别暢旺 本地地产股大致向上 长实集团升三毫子 报42.3毫半 行基地产升跨近百分之一 报22.8毫半 新鸿基地产升三毫半 报95.4毫半 新世界发展报18.5毫6 升四仙 九仓置业升三仙 升近三毫子 报38.6毫半 业绩股份方面 顺丰同城预计中期转规为盈 股份升丰压近百分之四 报9.8毫子 至于顺与六月份的手机镜头出货 按年升两成六 股份升超过百分之三 报76.6毫子 至于见到另外一只白花油方面 预计半年的业绩流规 股份升幅超过百分之七 报1.6毫半 而中国中缅半年的盈利倒退挤近百分之二 股份升幅超过百分之四 报108.2 焦点股份谈谈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有持股的蚂蚁集团被内地罚款超过71亿人民币之后 计划回购股份 公司股值现在超过5,600亿人民币 阿里方面就在想是否乘机减辞 阿里巴巴股价升幅超过百分之四 报88.2毫子 至于腾讯旗下的财富通闭人行罚款 他们说到对业务的经营没有重大不利影响 股份升幅超过百分之二 报334.4 而快手方面 据报内部测试的智能问答产品 最新升幅都有3%以外报在54.3毫半 至于药明生物计划分拆而无上市 股份升幅压近百分之二报38.5 至今矿业预计上半年少赚1.9 股份升幅2%以外报11.7毫子 至于内地汽车行业就删除不进取减价竞争的承诺 车股方面大致向上 比亚迪古粉升超过百分之二报260元2毫子 隔离汽车同仁升超过2%报9.84 贵来汽车升超过百分之四报78.3 小鹏升2%报55.7 理想汽车140元7毫子 信仗超过百分之二 这次开始 第击报道员再为 找找到着 各位协神阿華健华 有内地旅行社说 今年暑假省内游仍然较多 至于内地居民赴港自由行签注 仍然需要在户籍所在地办理 旅行社认为 不会影响暑假期间赴港人数 驻北京记者邓杰仁说下 外界端午午一假期 内地旅游市场逐步恢复 延门影区八特岭长盛 北京环球影城人头涌涌 游乐设施都打蛇饼 游客为什么留在内地旅游 而不选择境外游呢 有内地旅行社预计 受航班签证限制等未完全恢复 暑假期间散内游 同境外游比例是7比3 其中以主题公园最受欢迎 以今年五一假期为例 用内地网上旅游平台就显示 国内游客预订北京环球影城门票数量大幅上涨 影城周边住宿预订率 亦都比去年同期增长5.6倍 而目前只是恢复赴港澳团队旅游签注全国通办 自由行签注仍然要回到户籍所在地办理 旅行社认为影响不大 旅行社说也预留了高铁航班座位等应对暑假旅游 旅行社计划 北京两家知名学府 暑假开始重新开放公众参观校园 名额有限 有成功在开放第一日入场的家长画 为了鼓励子女学习 特意战闹钟上网抢名额 外地多间大学自身官疫情爆发之后 禁止外来人士入学校 随着各地的中小学生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开始放暑假 北京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就宣布 同日起有限度地开放参观 而所有参观人士都必须预约 其中清华大学每日就有4000个10名预约名额 在开放参观的第一日 距离开放时间还有一个小时 校门出面已经擠满了等候入场的人 提前对手 在小床区开放的第一时间 然后就刷进来 然后抢了这个名额 确实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 来参观的游客不少是一家大小 有家长就特意帮小朋友 着想印着学校名的衣服 有家长也都表示 希望藉着参观校园去激励子女努力学习 我们国人大多数的梦想是清华北大 不管你能不能考上 让他进这个校门感受一下 有一个不断学习的概念 不一定说未来就一定考进清华大学 但是有些东西就在他小的时候 就埋进他的心里面 我觉得这是对他一个最好的教育 校方就安排学生负责讲解校园设施 有些小朋友会问一些学习方法还有家长 就是听到这些问题我也觉得非常的可爱 为了维持校园里面的秩序 两间大学也都定了多项规则 包括教学大楼和办公室等不对外开放 母线电视记者姚出同报道 回来本港 深圳市政府说 民感度口岸地面出现沉降 暂停入境内地客车和货车通关 民感度过境巴士服务改经乡原围口岸出境 由观众提供的照片看到 民感度口岸北行通关车路沉降位置 有大片路面拱起 近内地海关检查站就有路面粒陷 在民感度口岸入境深圳方向 警方在禁区前的警缸设置指示牌 说前面道路封闭 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说 昨天下午6点 民感度口岸入境通关的现场 出现地面沉降 存在安全风险 为确保入境车辆安全 暂停民感度口岸通关 入境车辆和出入境的旅客 可以使用其他口岸通行 相关单位已经即时长收 完成会公布通关时间 卫书署说 民感度过境巴士服务 改经乡原围口岸出境 班设由30分钟调整 至大约45分钟一班 有上水的学校校长说 临近暑假 回学校的学生不多 影响不大 外学校刚刚刚是假期 除了同学回来做活动之外 其他就不受影响的 都临近放暑假了 所以我相对对学校的影响有限 而事学上这个时间 会进行这个事学活动 就不是教学的 所以就算学生迟到 我相信校方都会着情的处理 早上还有巴士可以坐 但是回去的时候就到其他口岸了 我们进关口的时候就有公众人 告诉我们下午不能走了 下午从别的关口 下午我们坐楼火也方便 可以坐港铁嘛 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 和教宗作声为书记 成为第四位来自香港的书记 方濟国是在圣伯多禄广场 向信众发表每周广道的时候 公布将为任命周守仁 等21名的新书记 仪式9月30日在梵蒂江举行 周守仁1959年在香港出世 香港华人书院毕业 立志成为神父 去到美国升读大学 接触神学之后 1988年回来香港 曾经在母校和九龙华人书院任教 他曾经公开谈及政治事件 三年前接受报章专访的时候 提到六四事件 说新生经历社会运动 才发现有香港人 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去到近年社会冒起港独思潮 他公开说港独犯法 但都需要理解背后的原因 为了一旦事情地下化 教育者不能跟学生谈谈 引导思考 2021年他获任命为天主教 香港教区主教 正值反修例事件的尾声 他问到如何修保社会撕裂 他呼吁各界拿出诚意 放下执着 大家有份诚意 真的愿意去跟对方去一个接触 一个接触 一个交谈 以我们做教会的 都很愿意做一个桥梁 因为每个人都有很大的信心问题 信任问题 这个需要时间去慢慢测试水 疫情过后香港和内地全面通关 周首人应天主教 北京教区主教李生的邀请 去到北京教区访问五天 是回归以来第一位访经的 在任香港教区主教 教廷过去任命了三位来自香港的书记 分别是胡振中 陈日军和汤汉 周首人成为香港教区第四位的书记之后 将会有资格参与投选下任教宗 他肯称信重继续为他和香港教区祈祷 无线电视记者吴贾欠的道 终合文憑是下星期三放榜 马会的建设骑士学校 正是招聘赛事建设学员 为有自投身赛马事业的毕业生 提供多元就业机会 有姿势有实际 马上的人是助理练马师黎智明 十年前中学毕业的他 曾经收睹市场管理高级文憑 后来发觉兴趣不大 就投考赛马会的建设骑士学校 我以前毕业不知自己想做什么 都是在摸索 进来之后是见到自己的路是怎样发展 我知道拆棋院 我做多久或者我继续做下去 我会不会做到马防领班 有一个清晰的晋升阶梯 变成了自己是有个安全感 现职马防教练的罗凯林 都是十年前加入建设学校 原因跟黎智明就不一样 我本身都是很喜欢动物的 所以就想将来的事业 是可以重视和动物有关的工作 因为我当初入行的时候 就是很受伤的 刚刚进来的时候做事就觉得 都挺吃力的 有些之后因为有体能训练的帮助 开始慢慢应付得来 之后就发觉当初那个坚持 那个辛苦都值得的 学员每天凌晨三四点左右 就会来到马防 首先会检查马匹的健康状况 然后就会骑马出跑道神操 整个建设学员计划 似乎将来担任哪一个崗位 历时一至两年 每个月的人工超过一万一千元 至少中三毕业 近年每年都有四百多个人认证 差十五至二十个名额 我其实不是和他想看他以前读书 读得叻或者不叻 我其实很注重看他们的粗衡 我们学校应该要有一个这样的特别之处 由生鬼就是一方面 很实际就是去学会如何骑马 第二就是在学会那方面 令到他们在这个行业上更加有竞争力 陈念慈说 课堂亦都会教授综合知识 例如 骑术理论 英文 资讯科技等 而学完毕业之后 除了可以成为骑士 亦都可以选择骑员 骑术教练 兽衣 和钉甲像等 无线电视记者 绍小雷报导 最后会有其他消息